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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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 我今天在明镜的电视里面 我谈一谈关于川普现象 以及我为什么要支持希拉里 我觉得川普现象的问题 我简单说一下 川普现象发生 是美国历史上到了一个 历史转折的关头 美国有一些问题 人们希望有一个新的改变 改变过去传统官僚的沉闷 或者贪腐 或者各种政治上的腐败等等 同时他们也希望 明镜世界各方面 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 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的进步 那么有一些人 就对现有的政治 特别对奥巴马这八年的政治 有些不满 所以他们呢 就提出了一些 这个要改变 这个现有的政治 所以川普现象的发生 实际上是一种对现有的政治 一种不满的发泄 但是我们等会会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不满 到底来自于哪里 我总理倾向来讲呢 是说川普现象 第一要区分为川普本人 他的这个 他的品质 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总统 川普本人类这个问题 第二个来讲 川普现象是谈川粉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川普现象 发生了他的来源 历史走向是什么 最后我会结论 这个从历史上来讲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支持 希拉里最后呢 这个我们美国 包括全世界 这个民主自由 有希望 我们先谈谈川普这个人本身 川普这个人呢 从他的粉丝 川粉 以及他的党 共和党本身 对他已经予以彻底的否定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在很多川普 川粉的那些对话 争论当中 他们自己都承认 川普本人来讲 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人真的是不够理想 但是我们是为了打倒希拉里 才支持川普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说法 代表了一部分川普的一个看法 所以川普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 第一个他不够 他本有这种基本对人的尊重 纽约时报前一段时间 把他所攻击的一百多人 可能摸等 比那一百多人更多的 这个名单都列出来了 他对这个过去一年多来 在竞选种种当中 他不断的攻击 人是能攻击这些人 所以他这个人 从个人来讲 他根本就不构成一个 这个人的社会 我们叫社保 就是民间社会 这种最基本的这种尊重 和自我的尊严 叫自尊 各方面 他不过这个条件 当然他还提出来了 人们还提出他的个人的这种报税 当然是指他的公司的报税 他提出来很多的这个理论 就是说 我在法律面前 我自己来进行这个偷税 漏税或者怎么样 他实际上专法律的控制 他在这个西拉里 这个辩论的时候 他自己说 我的税收的问题 是你改变法律的问题 这什么意思 说我在法律 你的法律换问之内 我可以来减税 我可以想办法装控制 如此等等 所以这个个人 这个社会的责任他不够 第一个我们说 他的尊严不够 第二个他的社会责任不够 第三个人的品德如何呢 有十几个人来攻击 他这个性骚扰 这个八九部历史 这个我想 这个人们对他的这种攻击 以及他自己那一段录音讲话 非常清楚的 讲出了这个人 这是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有缺点的男人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 作为一个领袖 他不具备这个领袖的品质 我们需要他在这个方面 做到一个表率 我们不是要他作为最高的表率 但是最基本的 一个社会要反对的东西 比方说对性 对这个妇女要尊重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的标准 你不能违背 我们他最基本的东西 他违背最基本的底下 据川普的个人来讲 他在川普的川粉当中 一共和党都已经给他分离了出来了 但是川普呢 粉丝们仍然要把他抬出来 用来打倒这个 这个希腊里的一个领袖人物 把他抬出来做一个领袖人物 那么这就是说 希腊里会继续奥巴马的政策 再来 这个美国前途 这个就没有希望了 这一帮人 特别我们中国华人的这个表现 比较 华人当中 就是美国企业 美国企业 我们支持非常明显 他们呢 有一大部分人就说 奥巴马的政策和希腊里的政策 他们将导致这个极左 左派 社会主义 福利政策 导致了美国的走向 这个 往左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话呢 就像欧洲 他们讲的是德国 在现在默克尔的这个政府 这个左派领导之下 走向这个 堕落 走向这个 下坡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他们 所谓一样 一定要把希腊里 要干掉 用他们的话说 一定要干掉希腊里 不是因为川普这个人 能够作为一个好的领袖 而只是他担心未来 美国是不是走向 这个 是不是走向 真正的这样 德国式的这种 或者欧洲式的这样 一种下坡的 走这条道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事实上呢 我认为呢 人们在分析这些现象的时候 对川普呢 我是觉得 应该提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 事实而非的东西很多 确实在事实上 没有把这些问题分别清楚 我觉得第一点 川普现象在美国人看来 是美国人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人的一个问题是 历来就有的就是保守主义 我说从18世纪开始门楼主义 他说 他当时在18世纪的时候 全世界在政治概念上 只有美国欧洲 这个概念一直持续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 1941年12月7号 金珠港实际上没止 然后美国的保守主义 才彻底结束 他们很清楚 就说欧洲的事情我不管 是吧 我只管美洲 门楼主义就是最典型的 这样一个 美国的保守主义 第二个来讲 他们在整个方面 他们认为美国帝大陆 我们用不到自由贸易 甚至川普的共和党的自由主义 其实这是排斥现代的 这种自由贸易这些概念的 所以这个川普代表的 这个没落的 就是美国没落的 这种保守主义的一种观念 在现在来讲 美国的自由 贸易自由 这是他本质的东西 他却离不开的 但是贸易自由 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 这些工厂就牵到海外去了 所以再来美国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大部分是靠国家福利来产生的 靠国家福利来支持的一个社会 平民们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把美国的那个政策 没有分屈住一个国家福利政策 和一个国家经济政策 这两个概念没有分屈住 所以国家福利政策就是说 一个国家在这个社会 允许条件的世界 他给更多的 穷人更多的福利 那么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它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 社会的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和中国的概念 中国来的人比较清楚了 那么 这就是说 他在国有企业 国家 政府 社会 在这个政治经济上 在扮演更多的角色 事实上 不论是美国民主党的 希拉丽 和左派 他们都不但可能 在真正的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这方面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美国的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 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美国的福利政策 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这就是他们对奥巴马不满的 一个地方 奥巴马过去八年来说 是对福利政策的偏向 对少数民族的问题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黑人的问题 这种倾向 提出了黑人的生命重要 这个概念以后 他们非常反感 就是我们亚洲人身份 也很重要 然后他们也提出来了 这个AA制度 就是Formative Action 就是在大学录取方面 要更多的照顾黑人 他们对这些问题非常反感 就是说 到了美国以后 华人 他已经到了社会低位以后 这些忠诚 就想维护更多的自己的利益 对于这些地下层的 这样一种照顾的政策 福利政策 极其不满 所以他们实实上 对一种福利政策的不满 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过程 我们会清楚地知道 这个国家的福利政策 是不可抵挡的一个倾向 一个趋势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 我们就是要考虑人道主义的东西 那么我们问题在于 我们在于经济政策 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更大的杠杆 让它经济的发展 火车头跑得更快 那么福利政策 在这个方面会给的更多 实际上二十多年以前 过去不扫邦马的政策的问题 实际上美国的福利政策 是不停在扩张 到了奥巴马政策 因为它这个黑人总统 好像就变民主党的党 好像这些问题变成了 奥巴马过去八年的政绩 就是说我讲的 这里打引号 一个负面的政绩 就是说它在黑人 这个少数民族问题上倾向于黑人 它在国家福利上倾向于 这个金税务的少数民 这个穷人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民主党 奥巴马的政策 使美国过去二十多年 甚至三十多年 一直贯穿的一个政策 一个走向 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走向 这一点很多人 很多特别的华人来的一些 这些中产阶级所谓的艺术家 所谓的这个律师 律师们还好一点点 特别的会计师等等 他们对这个美国社会发展的倾向 确实缺乏足够的认识 他们认为我们有了钱 我们有了这个 我们有了地位 我们的孩子读书好 我们孩子就应该多进哈佛 那么我们正确地反对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积极的这个行动 因为这个积极的行动 照顾了黑人 把我的孩子读哈佛的机会 就勃勃了 所以说川普的华人当中 川普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自己说 因为我孩子不能都搭哈佛了 我本来的孩子是第四十九名 第五十名 结果这个积极行动 firmative action 以后呢 我孩子再搭 就进入第二类学校 我不能进哈佛了 因为留有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三的名额 留给黑人 留给其他的少数医 所以这些问题呢 是在美国这个社会过程当中 它表现出来的一种狭隘的 这种民族主义的自私 中产主义的东西 这是川普现象发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美国的福利政策发生了变化 美国经济的这种起色不够高 导致了对奥巴马的这个政策的否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穆斯林政策 移民政策 导致于了这个 这些一线的不满 那么我们谈谈 首先谈谈那个 穆斯林巴掌的极端主义的问题 叫SN的出现 奥巴马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来 我告诉你 这个现象就是因为 2009年奥巴马一上海 就得了一个 得了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完全说服了奥巴马的这个手奖 他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东 他不敢采取任何其中 他是一个诺贝尔和平者 他不可能派成大门军的去杀人 这是很简单 那个道理 很多人没有历史到奥巴马的这个 没有历史到奥巴马的这样一个限制 那么奥巴马的这个 第二个历史的问题 就是奥巴马的第二个历史的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布什留下的疑问 布什留下的 布什在伊拉克政策问题上 他没有取得成功 他战争战事 一下子在几十天之内 一下子突破 就得了成功 但是在欧洲 在这个 穆斯林地区国家 中国就是移民的国家 不论是奥巴马 不论是布什 可能我们在这个 所有国家 除非当地的一帝安人 里外 我们所有的这些政要们 白人们 黑人们 其实都是移民的后裔 这是第一个历史 第二个历史就是说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得利的国家 得到移民红利的国家 很少能来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移民的过来 就是说一个低接受的人 低收入国家的人 没有钱的人 跑到美国来 获得他的未来的幸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忍受了什么呢 他们忍受了低工资 他们忍受了剥削 所以美国的这个低膨胀率 它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移民 这个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 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 它的红利来自于哪里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红利 这是来自于大量的低劳动力 来自于农村 农村的那些农民工们 他们没有那么多社会的福利 没有益量的保险 这个工资价量又很低 他们长期在外 建设这个国家 但是他们得到了最少最少的国家的福利 那么中国的发展 发展是来自于这些农民工 那么倒过来 我们比较来看的话 美国的发展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移民 移民不管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 都对美国的这个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其实川普在这个非法移民或者移民方面 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揭发他说在川普的建设过程当中 他就是利用了非法移民 践踏川普大楼 到最后人家找他要钱 他扣押人家的工资 人家说 你敢找我要钱 我就报告你 你是非法移民等等 所以川普这个人在这些方面 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背景 这个历史 这个记录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移民的问题 实际上是个假问题 那么一个是合法移民 川普说他老婆就是移民过来 他说我们要支持这个合法的移民 另外一方面来讲 我们要反对非法移民 事实上 这里面有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是说 美国在整体上 为什么一直在接受的移民 那就是经济的需求 美国的移民来这里 不管他是合法移民非法移民 给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事实上 就是大老板们 资本家们 包括小资本家 你中国的餐馆们 他餐馆的老板们 他们都不反对移民 如果要是看到美国人来 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 一天工作 每小时15块钱 10块钱 他根本都不给你来干的 或者8块钱 他不给你来干的 都是这些非法移民 像是中国的餐馆 最典型的洗碗工 大多数叫我们称之为amigo 就是大利美都来的 这些西医 他们的收入低了没办法 当时就是6块钱一小时 7块钱一小时 每天干掉10个小时 然后他们没有任何福利 他们消费也非常的低廉 然后你在餐馆 我到餐馆也做过 我在读书的时候 跟他们一打过家 他们很简单 就是一个虾炒饭 鸡炒饭 一大碗 就吃到了 然后就不做生 他语言不通 他不会讲英文 更不会讲中文 在中国餐馆中 他们都是很大的劳动力 廉价的劳动力 你别看那些川普 川普们 他们每天都在雇用这些 剥削这些非法的移民 那么我们等到过来了 川普说的移民的政策 根本就是不现实 也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方向 美国这个需要老公 你来自于移民 那么他事实当中 合法移民来看 他每年也就限制在46万 不可能再多 和美国的公民的配偶 或者是直系亲属的父母 或者21岁以下孩子 这个是不受名额的限制 其他的名额的所有的移民 只有46万 规定好了 那么美国大概有 有几十万 前这两年比较多一点 可能有上百万人 从那个墨西哥这边边境 逃过来 那里美国的非法移民特别多 其中还有很多 做飞起来的中国的 这些非法的移民 也特别多 那么他们在美国的生存 我们从人道主义来看 这里面有两大问题 第一他非法移民 从法律上来讲 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从法律上来讲 都在想办法来解读非法移民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问题 从人道主义来讲 历史上 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在想办法大赦这些非法移民 2004年 是布什 小布什的共和党 最先提出了 这样一个赦免移民的计划 当然国家没有通过 那奥巴马贴了几事 也没通过 所以移民的问题非常复杂 不是川普他所理解的 移民问题建立能够强 能够解决的 他的知识 他的这种办法和手段 都没办法解决美国非法移民问题 只要美国强大一天 只要美国自由一天 那么非法移民是不可阻挡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 但是我们当然需要正确地知道 那奥巴马 那希拉里 我们为什么支持希拉里 希拉里是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希拉里是从人道主义来考虑 他说你川普 你在利用非法移民的时候 你记住了 你不要剥削他们 所以在美国的很多的州政府 和很多政客方面 他是不管你身份的 如果你被打了 你被抓了 你被拖了 因为警察绝对不会去来起诉和关押 来驱赶你一个受害者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说你不管他有没有身份 你不能够低工资应用他们 这是这个希拉里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是从人道主义考虑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控制移民怎么办 得更多的专业的方法 立法来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围堵 这个我觉得希拉里 他在过去三十年呢 当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来处理这个移民 另外美国的这个是三权分立 移民的问题 确确实实不是一个总统能解决的 是国会的立法的问题 过去从布什到奥巴马 他们的移民的政策和移民的手段 几乎都没有生效 但他们的立法都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 就是说美国的国会代表 他的这个民众啊 他们选民们 他们之间这个这个意见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把这个历史这个过程分析得比较透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希拉里可以把美国带出一个困境 因为它毕竟有近三十年的从政的经验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并不认为 他就像人们所说的一定是走向德格默克尔主义 完全是一种左派社会主义 我们没有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的这一点 他的美国的福利政策 并不是把美国搞到的核心 那么我们来谈到经济政策的方面 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是为什么 川普的政策是说 我关闭自首政策 对吧 他反对TTP TPP 关闭自首反对自然贸易 说我要和德国 我要和韩国 我要和日本这些联盟国家 美国的联盟国家 重新谈判 重新谈判就是什么 就是减少贸易取得 因为他从德国 从韩国 从日本 是吧 这些自由的联盟国家 进口了大量的问题 我们还怕没谈到中国 中国因为还不是一个 没有贸易自由的条约的国家 那么他们这些贸易 其实是非常严重 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 大于它的出口 它想通过谈判 能解决美国的这个问题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一个谈判 至少要谈到七年 半年十年 TPP谈到十二年 现在美国国家 外面通过 你想通过他的这个 川普他们 在几年八年之内 解决这些问题 根本都不行 我觉得呢 这个美国的最终的发展 不是他的福利政策 会导致美国的这种失败 而是他美国要重新调整 到他的这个 这个世界领先的位置 就是他的科技 他的这个经济的这种 模式的调整 会把美国带出来 你挣钱真的多了 他蛋糕才好分 这些很铁担的道理 能不能对奥巴马过去八年 川粉是属于否的 我是属于肯定的 你们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奥巴马在很多政策上 都倾向于 倾斜于科技 教育 这是美国的这个 发展的根本 你看美国现在这么多年了 他的科技一直在领先 他的教育一直在领先 如果美国的科技领先 美国的教育领先 美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经济政策 必然在一个阶段 马上恢复到 他的这个 世界的领先的位置 所以我想 希腊林在这些方面 他虽然可能倾向 有一些福利政策 但是他在美国的 自由价值方面 他看得非常的准确 他在世界的 这个形式的发展 看得非常的准确 那么我觉得 川普 梅西 希拉利 有希望 谢谢 谢谢 谢谢